您这个心态特别年轻 你在生活中也是这么讲话吗 大多是这样 只有做主持人的时候才不会这样 你还做主持人 你给我们主持一下好不好 我只是在我们公司内部做一些 就是沙龙主持 小型的招商主持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模拟一下 模拟一下招商的主持 哈喽 大家好 很高兴大家能够来到广州分公司 那么到底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有着怎样的魅力 吸引到全国超过了四百万人 和我们一起合作 一起推广这个品牌 那么接下来 我们首先通过公司的企业宣传片 来初步的了解一下 也不同音 是吧 一峰你觉得呢 对 我特别想知道 就是他看起来很可爱嘛 那你生气的时候什么样子 我生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只有别人看得到啊 我又没拍照 跟一峰吵一个架 数落他一下 你就就是以陈一峰 是你的公司上司 你生气了 你怎么跟他发火 对 就这么说吧 他无缘无故地扣了你两千块钱 你特别生气 来 班峰 陈丑你好 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 你干嘛要扣我工资呀 你不知道你做错什么了吗 我在你的岗位 上一个月造成了 两万块钱的一个损失 这个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那确实是由我来承担 这没法公布这个 这个你怎么了 你告诉我 是他哪打动了你 让你瞬间破防 没有 因为我这个人是这样的 谁做错事 你应该问我 谁说我造成了两万块钱的损失 所以他污蔑了你嘛 你就应该反击他 就是我冤枉了你嘛 冤枉了你 不过他可能这会儿心情太好了 生不起气来 主要是陈丑太可爱了 对 花姐这个时候对了 对 我觉得你对刘佳 可能就能狠得下来 对不对 要不换个对象吧 我们换一下 现在是你扣了刘佳两千块钱 然后刘佳来找你申诉 你会怎么跟他说 妈 那个余总啊 做事情是不是应该讲求一个规则 凭什么扣我钱呢 你做错事肯定要扣钱的呀 做错事是我一个人的原因吗 你没有原因吗 跟我什么原因吗 那徐里天地在后面 跟我挖枪脚 他没有原因吗 为什么不扣他的呢 那我要找主要发起人的原因 就是 那你怎么知道我是主要发起人的 那我听内部的员工投诉的呀 那怎么能听别人说呢 那这件事情的话 我也会如此去调查一下 那正好我不干了 我告诉你 我马上不干了 而且我还告诉你 你等着瞧啊 那就等着瞧了 好 谢谢丹凤啊